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人愿做挥霍青春的人 你就是我前世的爱人 等待今天与我靠近 熟悉的眼神何以问 不用说也不用问 你就是我永远的爱人 等待今天与我相认 注定的时间和缘分 共度一生永不分 走过千山万岁寂寞红尘 寻找那个有缘人 我已习惯在往事中藏身 请您告诉我 我该姓袁还是姓张 念祖 不应 你就告诉他吧 念祖 我问你 你爹带你好不好 他对我很好 但是我要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只要他对你好就好 别的事何必管 不 我要知道答案 念祖 我们这样过日子不好吗 你何必要破坏这平静的生活 娘 难道您希望 我一辈子对自己的身世 不清不楚 连自己信什么都不知道吗 纵使过着平静的生活 但是在我心里 一天也不会平静的 念祖 我们是一家人 你是回道门的少庄主 也是回道门的继承人 我的武功 金钱地位 一切都是属于你的 只要你不再问 有关你身世的任何一个问题 不可能 你不认识吗 你不认识吗 你知道了 你会后悔的 就算后悔 我也要知道 念祖 凤英 我已经做到这样 你不能怪我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不 不 念祖 你跟我来 我告诉你 烈华 求求你 不要 念祖还是个孩子 娘 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烈华 念祖说得对 他已经找到了 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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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 我送你回房去吧 是 不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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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不要说话,你伤得很重 二哥,你听我说,张烈华的儿子是我白帝袁仁静的儿子,请你不要伤他 好,我知道了 他也是小燕交代的那个 原来十年前,救小燕的男孩就是他 我说,我说,我说他伤得很重吗 不错,不行,我们现在要马上带他回山庄 念祖 这二十年来,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待 我没有儿子 我一直把你当作是我的亲生儿子 从你进了我家门开始到今天 我自信 我做的已经够了 想不到今天为了杀齐几句话 我们父子就要成了陌路人 够了 我要听的不是这些 我要知道真相 好 我就把真相告诉你 但是当你知道一切之后 我就要杀了你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二十五年前 武林中有一对结拜兄弟 哥哥哥耀阳剑 叶子文 弟弟光阳剑 袁仁静 他们在河北柳川旁建立了一个庄园 叫双阳庄 在建双阳庄的工人中 有一个叫张七的工头 张七 当年 张七是一个平凡的老实人 跟一个女孩子相爱 她们海誓山盟 没想到 那双阳庄二庄主 袁仁静也爱上了那个女孩子 她出于嫉妒 使掌找张七的麻烦 有一天 张七搬一块大木头 会小心压死个工人 那袁仁静就借题发挥 指控张七杀人 就将张七毒打了一顿 赶出柳川 奉妮 我虽然被赶出柳川 但是 我一定会再回来 这对娃娃 一个留在你身边 你要记住 总有一天 她们会成双成对的 当她离开柳川之后 那袁仁静 只使她两个心腹扮成盗贼 要将张七给除掉 就在千军议法之际 恰巧被一个武林中人见人俱的怪节 那袁仁静 替龙司马英武路过香脚 结果张七也就摆了司马英文士 跟她学了五年的武艺 这次奇遇 也造就了她超凡的武技 她离开柳川的时候 曾经发过毒讯 将来一定要回去报仗 将来一定要回去报仗 那个张七就是我 那个女孩子就是你娘 我 五年以后 司马英死了 张七一手回玄刀 闯出了八臂回龙的名号 也纠合了武林中 几个知名难惹的人 晃离了回刀门 把张七之名 改为张力皇 当她返回柳川报仇的时候 她深爱的女人 已经在云人静的利用之下 下嫁给了云人静 于是她一怒之下 写袭双羊状 将双羊状所有的人杀进 只留下她的爱人 可是她的爱人 已经生有一子 这个孩子 就是 就是我 不错 我就是你 那我应该信一元 而不信张 不错 这么说来 你就是 你就是 我就是你的杀父成无人 那到底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反而 还养育了我二十年呢 这就是你娘改嫁给我唯一的条件 这么多年来 我努力的 却忘记你我之间的关系 一直把你当成我轻生的儿子看待 但是今天 但是今天 你却逼我说出来 我只好杀了你 谁啊 大哥 是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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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大嫂吩咐 要把这东西交给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怎么 你要杀就杀吧 我这条命根本在二十年前就应该结束了 二十年前我不杀你 二十年后我再来杀你 未免显得我胆子太小了 我就不相信你这半下的人能给我带来什么威胁 看在你娘的份上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你不杀我 你给我滚 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 就是你的死日 放开 你会后悔的 在你离开之际 去看看你娘 让她知道你会平安 晏总 你真的不考虑了吗 二十年来 我不知道 还情有可原 但是既然我现在已经知道真相 我就不会再逗留 张立华虽然与你有杀父之仇 但是也有养育之恩啊 娘 您不是常说 男子还要当机立断 既然我是原家之后 我爹惨死在张立华手中 我岂能认贼做父 我不会做一个不孝不义之人 念祖 大丈夫 恩怨分明 娘 恩我会成 丑 我也要报 良奶奶 娘 孩儿心意已决 你也就不要再劝我了 孩儿对天发誓 无论天涯海角 一天学不成绝技 我就不会再会回刀门 好 你走了也好 免得张立华动了诈气 王宋性命 但是你要记住 今夜来的那个少年 是你的兄弟 当年你父亲 袁仁静 和他的父亲叶子文 曾经指父为婚 如果生男的 就为兄弟 如果生女的 就为夫妻 如今已经知道是个男的 所以他是你兄弟 娘我知道了 娘 孩儿可不可以求您见识 你说 您跟我一起走好不好 我不能走 娘 既然你知道张立华是我的杀父仇人 你为什么还要留在他身边呢 世上有许多事情 不是你现在能明了的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你会明白娘的 我又为娘担心了 你走吧 娘 我走 但是娘 当我在回来的时候 我希望娘您已不在张立华身边 因为 那就是我要杀他的时候 天就快亮了 你早点动身 如果太阳出来 行动就不方便 来 娘 您自己要多保重 念祖你未曾经历江湖 自己要世事留神 啊 这娃娃本来是一对的 是我亲手磕的 当年我们分开的时候 她就不成对了 凤云 如果我伤害了念祖 你是不是就要离开我了 我这不是还留在你身边吗 有的时候我怀疑 你所做的一切 是不是都只是为了念祖 念祖是我的儿子 唯一的儿子 你真的要把他爷给杀了吗 凤云 你知道我是不能失去你的 我没有说我要走 我先留 我先留 我该到哪里去呢 对了 他是我的兄弟 我去普通安照他 走 大哥 念祖走了 是 有没有说上哪去 没有 南飞燕被回刀 他出了回刀门 说不定会去投靠飞燕山庄 他去飞燕山庄 对咱们可就不利了 我早就说过要把念祖给除掉 省得麻烦 大哥 你就是心太软了 大哥 你有什么打算 大哥 这个小子留不得 留不得 现在去拦截还来得及 要是让念祖到了飞燕山庄 把事情给闹大了 惊动江湖 那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基业 不就完了吗 可是我答应过凤英 那要大哥的心理就只有大嫂 大哥 回刀门是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 我们花了多少心血 才在江湖上闯出名堂 不能坏在念祖一个人手里 大哥 不能让念祖到飞燕山庄 我们必须先杀手为强 我答应过凤英不杀念祖 你们知道吗 大哥 这件事情交给我 我会处理的 大哥 我不会让大嫂知道的 让我去办办 你是什么人 我跟你无怨无仇 好 朋友 少管闲事 三叔 他们快走 二叔 三叔要杀 二叔要救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 二哥 真没想到是你 我去找大哥理论去 二叔 二叔 凤英 你 难道 真的会是她 娘 你怎么了 您认识那个叫凤英的女人 湘雨 你肯定你没有听错 叶夫人 这绝不会错 要不是那个叫凤英的庄主夫人 出来阻止张烈华 我们也没那么容易脱身回来 娘 难道你认识那个叫凤英的中年女人 当时飞檐山庄的沙漆也在场 她也认识那个叫凤英的女人 叶夫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沙漆 沙漆 是袁人靖的八败兄弟 如果她认识对方是凤英的话 那就肯定没有错 娘 那个叫凤英的女人到底是谁 她是你二叔 袁人靖的妻子 怎么会 难道 她不报杀父之仇 反而投入仇人的怀抱 师弟 情况如何 原来我们离开 沙漆又回去闹了一遍 结果神兽重伤 被普利昌救走了 还有一件更奇怪的事 那就是回刀门的少庄主 张念祖一个人也离开了回刀门 你是说那个庄瞎的年轻人 是啊 庄瞎 有一回我白天向他问路 他庄瞎不告诉我 但是到了晚上 我夜叹回刀门 他却躲在墙角边准备抓我 他明明是看得见的 我听说有这么一种怪病 大伙叫他叫他鬼眼 这种病叫鬼眼 白天看不见 晚上看得见 我想那年轻人的眼睛可能就是这样 湘雨 你说回刀门的那个年轻人是不是跟你差不多的年纪 那就没有错 他应该是念祖 是你二叔的儿子 所以他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才离开回刀门的 我们应该把他找回来 慢点 如果这是个圈套呢 那怎么办 圈套 如果那个年轻人知道自己的身世 愿意任贼做父 现在不过是布个陷阱 要让我们往里面跳 那该怎么办 师父 我倒有个办法 夫人高见 我们兵分两路 湘雨去找念祖 把他带到飞燕山庄 我们直接到飞燕山庄去找杀妻 把事情问个清楚 嗯 以我们现在 事故立丹 也很难对付回刀门 要是有飞燕山庄相助 事情就好办多了 就这么决定吧 就这么决定吧 湘雨啊 我们叶元两家 曾经有指负为婚之约 这趟去 你要看清楚她的为人 还有 凡事要小心谨慎 娘 不知道 你放心吧 湘雨 你上哪去找人呢 她知道我们住过普陀安 我想 先去那试试看 麻烦你想一想 到底有没有这个人 对不起 真的没有这个人 真的没有这个人吗 没有 打扰了 卧密仇佛 这些人太过分了 是你叶兄弟 是我 袁大哥 你知道我姓袁 我娘把一切都告诉我 我也是来找你的 这枚铜钱为我带来好运 让我找到了你 所以我要把它留下来 找到你真好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只想到要来找你 找我 你我同事双羊庄的遗孤 自从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以后 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来找你 跟你在一起 以后的路我会跟你一起走 跟我一起走以后的路 你 既然你我是兄弟 就应该生死与共 一起抱杀父毁庄之城 怎么了 我在想 以我们两个的力量 根本无法对付张烈华 我跟我师父商量过 我们要去一趟飞燕山庄 飞燕山庄 以你爹袁仁静 跟飞燕山庄杀气的关系 我想他们应该会帮助我们 一起对付张烈华 傻前辈 被回旋刀锁上 我也很担心他 飞燕山庄的那位姑娘 她好像挺关心你的 她是要报我对她的救命之恩 救命之恩 我这双眼睛 是小时候为了救她 才变成这样 我去 снroyable 大家 Wim ook 看她 是二哥 是二哥 是二哥换了我们的大事 他今天居然出手救了孽子 大哥 你看这事先别急 等他回来看他怎么说 还怎么说 他根本是背叛的回刀门 我知道 我不给这样就算了 我看我们找进客栈 好好休息一晚 来 这位少侠怎么样 是不是调花花布 怎么了 没什么 走吧 来 来 客官里面请 客官 打进人住店 住店 过来请 掌柜的 两个房间 不用了 我们俩住一间就行了 不不不 我习惯一个人睡 好好好 两位客官这边请 呃 袁大哥 我有点事情要出去办 你就先进房休息好了 哦 客官这边请 明镜尼 jack 好 上mann 二叔 三叔要杀我 这不是回刀门的马观山 二叔却要救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 念祖 只要你答应我不再回来报仇 我可以保你平安 保证不会再有回刀门的人来杀你 不可能 念祖 你何必一意孤险 这样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 你跟姓叶的那小子在一起 你们要去飞燕山庄 是不是 既然二叔知道 又何必明知故问 念在你我熟知一场 二叔向你要一个承诺 什么承诺 不去飞燕山庄 为什么 此次 为了双阳庄旧事 我们伤了飞燕山庄的杀旗 他们必然不会放过回刀门 我又为了阻止三弟杀你 我一定也不容于我的兄弟了 我这一离开 必然伤了回刀门的实力 所以二叔要求你不可前去投靠飞燕山庄 伤我回刀门 二叔 二叔 您自小教我要读书名利 为什么现在您也不讲道理了 每一个人都必须为他所做的事情承担后果 张烈华也不能够例外 念祖 对不起二叔 我不能答应你 你去哪儿了 随便逛逛 你一个人吗 一个人呢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不太明白 很想问你 什么事 你为什么没有带你娘一起离开回刀门 你答不出来了吧 让我告诉你 你根本就不是真的要离开回刀门 你离开回刀门是因为你认贼作父 只是为了抓我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是我亲眼看到的 一定有什么误会 你不必解释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去问你二手马观山吧 去问你二手马观山吧 你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双扬庄 就剩下我们兄弟两人了 我不能相信你 湘羽 我没有出卖你 我没有出卖你 湘羽 你觉得怎么样 谢谢你 为什么还要谢我 谢谢你相信我 原来说谎真的要付出代价 以后我不会再骗你了 我真的是去见了我的二叔马观山 他希望我答应他 不找回刀门报仇 不去飞燕山庄 不去飞燕山庄 但是我都拒绝他了 真的 从前以后 我不会再对你说半句假话 没关系 驾儿 好 客官 怎么会是你 怎么回事 问你 我怕被回到门的人看见 所以就偷偷进来了 念祖 你怎么会受伤的 没什么 小伤不碍事 他是叶湘雨 是我指父为亲的兄弟 我知道了 他就是那个双羊遗孤 你怎么会知道 杀七叔叔说的 对了 杀前辈他的声势如何 我二叔已经带他回飞燕山庄 但是他一路上都在担心你 所以叫我回头来找你 把你也带到飞燕山庄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的 我们也正准备去飞燕山庄的 那太好了 你怎么办 马观山回来了 让他进来 把话说清楚 不合道理在处置不迟 马观山 你最好把你的狗屁理由说得动听一点 要是让我们兄弟听得不服的话 你应该知道后果的 我没话说 那你干嘛回来 我只想对大哥和各位兄弟做一个交代 现在说这话还有什么用 念祖跟我们相处了二十年 我实在不忍心看着他 惨死在三地剑下 你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吗 大哥 双羊庄喜爱一直让我耿耿于怀 看到叶子文的后人前来兴师问罪 我真是感到无地自容 现在还要斩草除根 把念祖也杀了 你们大家于心何忍哪 大哥 难道你对念祖就没有半点亲情吗 你不要说了 我们大家不是已经决定了吗 对 为保回刀门 我们不能让念祖去飞夜神庄 马观山 当年咱们兄弟煞血为盟 一同见你回刀门 你竟然网顾回刀门基业的存续 又网顾大哥在江湖上的地位 大哥 如果你真的对念祖没有半点亲情 要置他于死地 那你可以亲自出手 这样 他是必死无疑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亲自下手 我想 如果要你亲手杀念祖 你也会下不了手的 我图着三弟杀念祖 如果大哥真的要怪罪 我也没话说 马观山 你不用再说什么漂亮话 我不会原谅你的 既然众位兄弟容不下我 此处不留人 自有留人处 我马观山就此叩谢大哥 和诸位兄弟二十年的 结拜之情了 大哥 无论如何 你永远是我马观山的大哥 不得走 让他去 大哥 马观山 只要你出了这个门 从此我们兄弟就勤断一绝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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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